说起心动的信号似这档真人秀 想必大家肯定不陌生 这是一档围绕素人录制的节目 主要是想观察素不相识的人 在一起生活二十多天后是否会产生感情 或许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这只是作秀 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会是真爱 结果却真的成了两对 除了罗岳佳跟邓凯卫的感情没有维持几个月后 孔乳醇马自家与陈思明方斌涵这两对 真的是越来越甜蜜 罗岳佳作为信号小屋中年龄最大的女生 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慌张 甚至还萌生了怜惜弱小的想法 这也就是为啥在节目中他会刻意地接近孔乳醇 与对方搞小团体帮助小孔赢得马自家的爱 别看罗老师自己的感情失败了 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他足够优秀 所以很快遇到了心仪的那个人 考虑到感情还不太稳定 他没有在大号公布 罗岳佳学姐不贪杯的小号被曝光之后 大家先是注意到了他的男友 此人是个风度翩翩的男生 穿衣打扮特别有品味 一看就知道是个身份不一般的人 之后就有人发现罗老师的小号关注列表中 除了他本人的大号之外 仅关注了三位心动的二星好似的嘉宾 要知道这档节目一共有九位素人嘉宾 加上录影棚里的明星也差不多十好几个人 只有三位究竟是谁 从晒出来的关注列表能看到 被罗岳佳从众多嘉宾中挑选出来的三位 就是与他玩的最好的孔乳醇 马子佳 麦穗 小孔跟马董是恩爱的小情侣 而小孔又跟罗老师与姐妹相衬 感慨地说道关系好坏很明显 也经常在一块玩耍 可究竟关系好不好 从关注列表中就能一清二楚 除了大号会将所有人关注上 做做样子 能继续在小号关注的 肯定是感情特别好的 所以麦穗 小孔 马董 有幸被罗岳佳关注 也是很幸运 尽管关注列表是每个人的隐私 人家想关注谁都是可以的 可毕竟大家一同录制的心动的信号似 在网上用一直吐槽罗老师爱搞小团体啥的 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只关注三个人 岂不是坐实了他搞小团体 抱团取暖 以罗岳佳聪明的头脑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但为啥现在又这么做了 真的很难以想象 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这样 就能看出来究竟谁跟谁关系是好的 但为了不让别人引起误会 还是全部关注的好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